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述军民故事品味军旅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2000年一个身受11处骨折 丧失行走能力长达5年之久的哈萨克族牧民 竟然奇迹般的重新站了起来 消息传开人们才知道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竟然是一名普通的军医 他就是武警新疆总队医院外科大夫 庄世华 1995年 新疆乌鲁木学县维吾尔苏妇女 帕塔穆罕的丈夫乌拉兹放牧时 不声掉进20多米深的废机矿井 两天后才被发现 当时乌拉兹已经昏迷 颅骨脊椎大腿等食欲处 就送到李怡他们最近的是104团医院 送去以后呢 医院说这根本治不了 你赶快往大医院送 就送到武警医院 刚到门诊 帕塔穆罕一眼就认出了多年前 曾为他做过蓝尾手术的庄世华大夫 这天正巧是他做专家门诊 帕塔穆罕就认出庄院长 认出庄院长 保庄院长就一定要救救他老伴的生命 通过抢救以后 虽然病是治好了 但是全身关键僵止 成了一个忏悔人 三个月后 乌拉兹出院回到了家中 此时 为给乌拉兹治病 帕塔穆罕已经变卖了家里 所有值钱的东西 刚念小学五年级的女儿 也不得不辍学在家 困难的时候 别人一大也不帮个忙 这种特殊的家庭组合 使得帕塔穆罕夫妇在村里的处境非常尴尬 乌拉兹受伤前 年年都是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 家里牛羊成群 生活殷实 亲朋好友 偶尔也会到家里坐坐 出事后 乌拉兹家徒四壁 亲戚朋友 行从没路 那么这样的话肯定如果不治好 这个家庭就恐怕就要继续生活 非常困难 新疆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生活着47个民族 作为一名军人 庄世华深深懂得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 事关整个新疆的稳定与发展 作为大夫 他更是把手术台作为增进民族团结的大舞台 在精益求精的服务中 拨洒着党的温暖 由于乌拉兹回家后 钢板尚未拆除 每周都要更换一次倒尿管 所以已经是肝胆外科主任的庄世华 便承担起了这个义务 乌拉兹他们家说 从来没有买过那个挂丽 从那年开始呢 他就买上了那个日历 每天四一夜四一夜 一到星期六 他就到那个马路边上去等庄院长 为了挣钱养活乌拉兹和女儿 帕塔穆罕一个弱女子 跑到深山打过片石 筛过沙子 这些庄世华都看在眼里 他想帮帮这个可怜而又善良的女人 他发誓 一定要让乌拉兹重新站起来 开始新的生活 就这样 庄世华每周骑着自行车 往返二十多公里赶到帕塔穆罕家 为乌拉兹进行身体的康复治疗 无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直到乌拉兹恢复身体 需要补充营养 他就自己出钱 为他们买来了一头母牛 以保证乌拉兹 每天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 到现在为止 那个牛已经下了七头小牛娃了 也是公牛都卖了 母牛就留下 这样子这个牛奶 卖牛奶也参加一个收入 那时候乌拉兹回去以后 大小便失禁 经常都是尿衣床 冬天呀 那场洗尿 洗尿片子 手上都是裂的口子 庄世华那时候 给他们家买了一台洗 你看那个日记上记得 帮他们家买的洗衣机 买了洗衣机后 他就不用手洗了 随后啊 庄世华又买来了电视 让乌拉兹夫妇了解 社会的发展变化 为了彻底改变帕塔穆罕一家的贫困状况 他又出钱为他们买了羊 开办了小卖部 来增加经济收入 京城所至 今时为开啊 在庄世华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 2000年 卧床达五年之久的乌拉兹 奇迹般的重新站了起来 直到这时 人们才知道 是庄世华 让这位哈萨克族老人重获新生 也挽救了这个激进崩溃的少数民族家庭 帕塔穆罕读过八年书 是村里唯一领取独生子女的少数民族妇女 更是个有心人 他将这些年 庄世华为他们家所做的点点滴滴 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你们那个站不来的吗 我们那个站那个 司令媒体员 我们的省的市场西亚不住多 共产党许是谁 共产党永远允税 那个民主团队永远允税 他上面就说 没有庄院长可以说他活不到今天 他也熬不到今天 他没有精神支柱了 只有庄院长就说 他每次盼着他来 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撑 渐渐的 怕他慕含的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 老两口希望能招个上门女婿 日后好有个依靠 然而 由于这个家庭的特殊性 以及仍不富裕的家境 迟迟都没有合适的人选 庄院长又在科里面的病号里面 就寻找呀 有没有这样的家庭 找到一个就是他们家在马纳斯 家里面四个孩子 然后这个老家里面也不是很富裕 就想到他家四个男孩能有一个到这边来 在庄世华的粗合下 小伙子和家人应允了这桩婚事 然而 当小伙子来到帕塔穆罕家一看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 此时 帕塔穆罕家的日子虽然好了起来 但盖新房还是无能为力 小伙子一走 庄世华也跟着走了 结果第二天 盖新房的材料就运来了 庄世华拿出了七万块钱 准备为帕塔穆罕家盖新房 老两口激动的气不成声 四个月后 一幢漂亮的新房建成 2008年8月1日 帕塔穆罕的女儿终于结婚了 如今 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哈登罕汉就见到人都在 村里面的人他都说 你说他们家是三个民族 他是维吾尔族 他爱人是哈萨克族 他们家的儿子庄世华是汉族 他这次他们家的房子要办房产证 还有他们家的三亩多地 就院子前面的三亩多地 就说一定要办成庄院长的名字 帕塔穆罕经常向乡亲们讲述 他们和汉族儿子庄世华之间的感人故事 当然 他的日记也不会就此结束 他们一家与庄世华结下的 二十余载军民情 民族情 也将继续延续下去 庄世华 庄世华十颗心系新疆的社会稳定 用真情 化解身边发生的各种矛盾和分歧 一次 他带领医务人员 到距医院八十公里远的水溪沟一诊 结束时 听说后山 有个七十五岁的维吾尔族老人阿黑亚久病不起 此时天色已软 村长劝庄世华下次再去 但庄世华坚持带领医务人员 摸黑走了一公里的山路 赶到阿黑亚家 一进屋 一股刺鼻的霉味迎面而来 老人圈缩在黑乎乎的茅潭里 蓬乱的头发下露出一张蜡黄的脸 检查后发现 阿黑亚患有严重的感冒 哮喘 高血压等病 庄世华立即为他配药打针 老人激动的流着眼泪 向庄世华讲述了家中的不幸 他的老伴早年病逝 大儿子放牧时 又被高压垫 电机身亡 留下两个孩子 家中仅靠二儿子艾滋哈 他种地卫生 没有别的经济来源 所以他久病都无前医治 艾滋哈渐渐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 不务正业 经常借酒消愁 对母亲也很少照看 庄世华明白 如果没有人去关爱去解决 像这样因疾病给家庭带来的不和睦 积累起来 就会影响到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 甚至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 于是他连续七天派出医护人员为老人大针送药 阿黑亚的病终于好了 而庄世华又琢磨着下一步将如何改变阿黑亚家的困境 庄世华不仅为阿黑亚的儿子艾滋哈买来了几只羊 还送来新农村实用技术手册等书籍 为艾滋哈脱贫致富出点子 终于使他走上了正路 还娶了妻子盖了新房 并常年资助老人的三个孙子上学 每次见到庄世华 阿黑亚老人总是用民族礼节亲吻庄世华的手 使庄世华为自己心中的胡大 庄世华真诚的爱超越了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 而各族群众对他的尊敬也超越了世俗的界限 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 二宫村梅吾尔青年阿和买提 从小因小儿麻痹下之残疾 父母双亡后 无人照顾的他 渐渐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2001年8月 庄世华带领医护人员上村寻诊 得知此事后便立即赶到阿和买提家 看到阿和买提拖着残缺的双腿 在冰冷的地上爬行 庄世华心里很不是滋味 临走时他告诉阿和买提 今后我就是你的哥哥 我来照顾你 不久庄世华就为阿和买提买来了轮椅 并经常送去药品和米面 逢年过节时 还给他买去新衣新鞋 鼓励他振作勇气 自食其力 庄世华的热心温暖了阿和买提的心 也感动了二宫村的各族村民 他们纷纷开始从生活上帮助阿和买提 让他走出困境 渐渐的 阿和买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2008年6月28日 阿和买提胆结时发作 庄世华把他接到医院 用自己的工资为他做了少数 去年7月份工作比较忙的时候 就觉得他觉得 专业长每天那么忙那么辛苦 人家就家里面炖上肉 那么大老远 他是残疾人跪着走 跑来给专业长送点 让他补补营养 就是那种 我觉得只有亲人才有那种关心 关爱 我说你常在讲 如果没有他们那个老师 小老师资助他家里的条件 他根本上不起高度 而且身边的一些人 怎么去帮他 就是一些邻居们 怎么样子讲的 一周吧 五毛钱 那五毛钱 他能吃一周的饭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五毛钱 他可能会有个怀疾 甚至上不起学 所以他就说 无论我们这个能力有大小 付出我们一点 我们有多少钱 自助多少钱 庄世华时刻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用自己的医术和德行 回报着边疆各族群众 回报着社会 庄世华寻诊的身影 出现在乌鲁木齐的各区县村镇 救治过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 而被他帮助解除贫困的患者 就达五百六十多个 十六名少数民族失学儿童 在他的长期资助下 都重新返回校园 有的已经考取了大学 他用大爱 在全江各族群众心中 筑起了党执政卫民的封碑 作为部队医院 新疆武警总队医院 还担负着纵横数千里的医疗保障任务 庄世华的足迹 也遍布大漠戈壁 血域高原 几年前 在塔克拉玛干 担负开押任务的 喀什支队班长和克检 突发疾病 在送往三百公里外的地方医院途中 不幸死亡 给庄世华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庄世华升为院长后 立即提出 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 建立远程医疗系统 为基层官兵服务 绝不能让和克检的悲剧 再度上演 医院先后投资六百多万元 建立了军卫一号信息化工程 使千里之外执勤的官兵 足不出户 便可以得到诊治 这就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能够上大学 当上军医 这还是党和人民 部队的培养的结果 应该把学到的东西 给学到的知识 用来部队建设 还有边疆建设这方面的 如今 肝胆外科已经是武警部队 肝胆外科中心 三层楼的楼道里 挂满了用汉语 维吾尔语 英文等文字 写旧的九千多面锦旗 每一面锦旗背后 都隐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自治区第二建筑运输公司的 高阳珍 胆男癌晚期 住进武警总院 身边只有一个女儿照顾 而她对自己的家人非常抵触 最后的五个月里 身为医院支掌的庄世华 天天给老人送饭 喂饭 直到老人离开人世 他们家没有一点哭声 当时我们就觉得特纳闷 一看他们在那个厕所里边 怎么哭 我们当时我就进去 我说你没事 你就哭 放出风 哭出来可能会好受一些 把女儿给我说句话 让我现在一直那么多年 都忘了 那时候我们不会哭 要哭我们回家哭 到这上来都是奔着庄院长 如果说我们哭 人家以为庄院长的手术 没做成功 他说我不会哭 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最后我们把那个病人送走 送到太平间 一家人的太平间 奥奥奥 葬事办完后不久 高养之的家人 就赶制了一面锦旗 送到了武警部队肝胆外科中心 康复以后 送一面锦旗表示感激 对医生 这个很正常 可能我们也收到了多了 觉得这个是正常 但是如果说一个病人去世以后 人死了 再能给你送来一面锦旗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 医务工作对我们是一种 最大最大的一种 激励中 自1992年 副枪镜技术开展至今 庄世华 平时对各族患者极端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创造了九万多例胆囊手术 而无一失败的世界医疗奇迹 被人们誉为装一刀 胆识克星 而面对年薪百万元的高薪诱惑 庄世华也只是一笑了之 熟悉他的人都说 庄院长的时间是属于病人的 作为我和我母亲来说 我们也是普通人 也是一个凡人 我们也需要父亲的爱 也需要丈夫的爱 但是可能他更多的这本爱 给了病人 给了他的工作 都是食人间烟火的人 我们也觉得刚一开始 都很不能理解 尤其是我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可能大学的时候 我父亲也没有送我 然后我读书五年 大学里他都没去看过我一次 甚至有的时候 他会去成都去开会什么的 都没有时间去看我 所以作为一个女儿来说 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儿 对父亲一种爱的一种需求来说 我觉得我也是感到很难受的 常年的疲劳 导致庄世华球结膜出血 和经常性低伤 但他却从未因病痛 而耽误过接诊病人和手术 为维护边疆军民的健康 和社会的稳定 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忠诚 他先后获得中国医师奖 全国十家院长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中国骄傲第五届十大 十代新闻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做出重大贡献 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等一系列光荣称号 还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受到胡锦涛同志的 十三次亲切借鉴 2008年5月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亲自签署命令 给庄世华容计一等功 我们也祝愿庄世华 今后的人生更加精彩 华美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金军服徽章生产 四个月要完成近两年的工作量 他能否打赢这场弓箭战 承来美国军徽紧资的生产 一个陆务兵 如何让小小的徽章 在美国大放异彩 从身价百万人到负债累累 经商之路几步成熟 他靠什么成为了中国的徽章大王 和中年代 优秀负传军人系列节目 下期播出 陈家书必早徽章年合国 解读现代舰船知识 揭迷日本偷袭珍珠港真相 偷袭太平洋上大海战 后世战争中的制海拳 周末开讲隆重推出 联合作战知识讲坛 国防大学周桂梁开讲 太平洋战争中的制海拳 圆栏花刚讨识 最后一切进行 重新定位 重新定位 顺务 海拳 超新定位 启造人 生町 弥坚 空中的